學民思潮和學聯認為爭取公民提名是共識 溫和派不應該將落選歸咎他們 但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就質疑選舉過程好像篩選一樣 也有議員擔心北京不會接受佔中選出的方案 政改最終會被抓到 羅根平報導 佔中雙討日選出三個方案 溫和派方案全軍覆沒 得票最高的學界方案 提出的學民思潮和學聯認為爭取公民提名是共識 溫和派應該反思 到底每一個方案的倡議 他們用了多少時間去爭取市民支持 或者他們有多認真去拉票 當我們會見到很多方案提出者 例如香港2020提出完方案之後 其中的成員例如李志喜 他自己都不打算簽佔中意向書去投票的時候 當提出完方案的人都不珍惜自己手上一票 去投資方案 其實他們的方案落選 是不應該把責任歸咎在佔中 湯家驊方案建議若一成提委會支持 就可以成為候選人 最終只有17票支持 他質疑選舉過程有篩選 表明下個月不會投票 我比較感到驚訝和失望的 就是我們正在爭取一個沒有篩選的普選方案 但是佔中的主辦人 就是用一個篩選的模式去推動一個 即是同一類的方案 令到6月22日香港人其實真的沒有得選 自由黨就擔心 無論結果是怎樣 北京都不會接受佔中選出的方案 中央在這個大的前提之下 一定要符合《基本法》45條下面的程序 他們不可能讓步到去勤募那三個所謂泛民的方案 而全部都有公民提名 民主黨就投訴 加入真普聯架人民力量 只是推銷自己的方案 武安承諾為三鬼方案爭取支持 要求對方解釋 Now TV記者羅錦平報導